大家好 我是故事與社創辦人 就是其實現場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還是沒有聽過故事與社是什麼 那在接下來的15分鐘當中我就會跟大家去分享 那其實首先先從我自己個人生病的經驗開始說起 我在大學期間就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也參與很多實習計畫 就從一開始進大學的時候 就在原住民化社到新竹的偏鄉去進行客服 然後也帶了校園領航員在學校接待外賓 然後帶就是外賓介紹就是清華的故事 對然後後來我也到財訓單身實習生 然後也到一個叫做社團法人商務策劃協會的企劃總子培訓計畫單身實習生 只是大家就是那個實習生就在我那一屆就停辦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問我那個實習生的事情 對然後後來就是也參加了一些競材 像剛剛有分享到的CTY可以公商服務一下 就是7月1號到5號的時候CTY就是即將就是報名 然後如果需要報名的話也都可以詢問就是後面的夥伴 對然後現在也在牧場學校擔任實習研究員 然後現在正在招募當中大家拜託快點去報名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問我 對那在這當中的實習經驗當中我也有在Flyme擔任實習生 那就如同剛剛所說的其實我是在第四屆的時候 也就是從去年暑假到今年1月的時候 在Flyme擔任實習採訪記者 對那在實習採訪記者的期間其實我覺得Flyme很棒的地方是 他可以帶領我去認識很多很新創很有想法 在自己的領域上默默耕耘的人 那實習採訪記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到那些 就在專案當中去看見專案背後的故事 對然後其實在這個投影片當中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個採訪是有一個金屯擱淺的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他其實是一個中華金屯協會 他們在募集就是他們在救援擱淺的金魚的一個救援專車 那個專車叫小輝對然後那天下午的時候 我就到位於台大對面的中華金屯協會經營採訪 然後受訪者是這一位他叫做向哥然後向哥其實十七年來都是在金屯協會擔任職工 然後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就問向哥關於對金屯的看法 然後向哥就跟我分享說其實在這十幾年來的時間當中 他的手機其實是24小時就是隨扣要隨到的 一有人家有跟他講說金屯有擱淺的消息他就馬上就要過去 然後無論是什麼時候無論是他可能半夜在熟睡或者是他在跟他老婆 就是共度他們的週年的時候然後他就是馬上就會過去 然後只是談到金魚他其實眼光當中我看得出他是閃爍的 他是很喜歡很喜歡他的這個工作然後但是談到他的家人我覺得他是有部分的虧欠 所以在採訪的最後我就跟他我就問他說那在看了那麼多的金魚 你有沒有上網成為哪一種金魚然後他就跟我說他上網成為領航金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說其實領航金是一種家族感很重的金魚 然後他們無論是出行的時候或者是就是要去其他地方的時候 就是其實都是一群家人一起去那個地方 然後他其實因為他常常跟他兒子可能約好隔天要出遊 然後隔天滿星期大概一張他眼睛卻發現爸爸已經不在了 然後兒子就問媽媽說那爸爸呢 然後媽媽就說爸爸又去救金魚了就是他在家裡當中就是 在家裡就有很多的諒解對然後其實聽到他的故事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也因為FlyV讓我覺得其實身旁中有很多很平凡的故事 是真正能夠影響人真正能夠感動人的故事對 然後所以就是我在去年12月的時候就跟我一個好朋友 Mistro就很尷尬好然後反正就我們就在聊天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我剛好沒有提到我是清大大四的畢業生 對剩下不到一個月就要畢業了然後我們就在聊到說 那在剩下的任何時間當中我們可以為學校做些什麼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其實我們就是我們同年同業同神 然後做的事情其實也有很部分的雷同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思考說 那我們一直往外跑一直往外就是不想站在新竹這樣的舒適圈當中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我們的能力做些什麼為學校做些什麼 後來我們就想說我們都喜歡人都喜歡寫文字 然後都喜歡紀錄故事所以我們就創辦了故事旅社 然後故事旅社其實你從他的LOGO當中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人口人口的組成 因為我們覺得故事其實是由人跟嘴巴所說出來的 那為什麼叫做旅社呢其實有些人會問我們說 我們是個實體旅社嗎並不是 我們是一個虛擬的旅社 然後又有人問說那你們之後有要蓋旅社嗎 我們就說沒有 因為我們之所以特別就是因為我們是個虛擬的旅社 對所以就不要再問了 然後之所以會叫旅社是因為我們相信 每個人的生命其實都是一個旅社 然後我們希望挖掘每個人的價值 然後透過故事讓生命理想生命 然後在每個人生命的旅社當中 有些人會經過然後有些人會停留下來 但是無論他是不是就是最後他是要什麼樣的行事 都是留下他的故事在你的旅社當中 那我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透過我們的力量 把大家的故事寫出來 對 那其實這五個多月來我們做過哪些事情 我們現在進行了48位畢業生專訪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希望從我們身邊做起 然後我們是畢業生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行畢業生的採訪 從清大學生到慢慢不是清大的學生 然後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 然後還有我們的部落格當中 都有48位畢業生的採訪 然後還有兩篇深夜食堂的文章 然後深夜食堂的話其實是 我們跟學校的一個 算是共創的食堂 他們在學生創業競賽當中贏得第一名 然後它是一個共創的空間 然後我們跟他們合作 在食堂打烊後運用剩下來的食材 讓提供故事的人和廚師 根據他的故事做一道料理 然後我們的角色就是在旁邊 記錄他的故事這樣子 還蠻有趣的就是有味覺的加入 然後還有舉辦兩場線上活動 然後因為另外一位創辦人 他其實之前在LINE 有當時醫生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反而就結合很多資源 我們在LINE上面有一個官方帳號 然後那時候就有開放 然後屆次情人節的時候就深夜 我們有開放一個時間是深夜談心 大家可以就抄我們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你就是私訊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私訊都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就不會被別人看見 然後我們就跟大家談心 然後那時候就收到很多 不認識的人對我們的就是感謝 就說其實你的故事真的有影響我 然後就其實還蠻感動的 然後我們在過年期間也有舉辦了 回家系列的真文 然後就在這個系列的真文當中 就是在初一到初五期間 然後希望大家跟我們談談 對於回家這兩個字的想像 不管是回還是家 然後都可以跟我們去分享你的故事 對 然後我們也很幸運的收到媒體的曝光 然後就是其實像一級族隊 然後聯合自由等等都有我們的報導這樣子 然後我們後來也有在招募我們的志工一起加入 然後現在團隊的當中有二十幾位的夥伴 然後這二十幾位沒有都是清華的學生 也有九大然後也有原志也有北大 然後其實來自各個方面 然後那時候我們招募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每個每個人面試 然後面試的時候 我們其實跟他們聊了非常的多 然後就發現其實我們原本想像中 我們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單純的 只是想要記錄身旁的故事 但是在透過面試的過程中 我們近距離的接觸到真的有在看我們故事的人 發現我們的故事真的有在創造某種部分的影響力 然後有人可能就會說 他在很低落的時候發現有人慢慢的 就是他在低落的時候發現也有人跟他一樣過得很慘 但是他走出來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走出來 對然後其實我們就非常感動 那其實我們的下一步 我們希望就是不管是線上的活動 線上的故事我們現在即將在六月七號辦一個實體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在六月七號在清華大草皮上面所舉辦的 那這個活動其實在大草皮上有主舞台 然後旁邊有攤位 然後主舞台周邊又有四個小舞台 然後分上舞場跟下舞場共八大主題 然後從講者設計到這些包裝 然後還有擺攤位的人全部都是全台灣各地的畢業生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畢業生有點像剛剛那個Anderson所說的 就是人家可能會覺得大學生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但是我們不知道的是其實很多人在這二十幾年當中的生命 其實他們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這樣的舞台 讓大家一起來共同呈現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FlyV上募資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好 那就是這個活動的話其實主持然後設計等等 就是全台灣各地的畢業生 然後我們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這個活動的籌備當中 對 那大家也可以上去支持我們 贊助我們 然後你贊助的話其實就可以得到非常舞台的票券 對那我就用最後的時間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宣傳影片 好 FB 收選FlyV KeyV 這是我們的食物 直接配合都是再來是 首席 直接配合的 叫按鈕 說чит 你不要怎麼按鈕 聽嗎 聲音有點出不來 你看看 那你不關心 對啊 嗎 它關心 你 是蠻多的 像當初生 或是在 大家可能一般對大學生的印象 就是在校園裡面上課 有時候想要睡覺或是 考集中考 然後我在宿舍裡面 但是其實在我們採訪大學生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這些大學生 都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陸陸做一些很不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他們可能 下課之後去當店長 當廚師 或是考見了業務執照 在階段上面留意 或是他們可以去帶 學生內套物等等 他們都很努力的在 為自己堅持的事情生活著 可是他們總會覺得 自己的故事不值得被分享 甚至我覺得他們是 從價值去影響生活 所以在畢業階系 我們要創造一個 不凡畢業生 傳遞影響力的舞台 我們打過了 獎者還有聽眾的借鑒 創造了五十多個以上的舞台 那舞台包含了草地分享 攤位示集 表演、餐點 甚至是宣傳拍攝到周邊品的設計 這些都是通常是由 畢業生一起完成的 那我們希望 將每個過目努力的 點閱解釋一個面 讓大家看見 現在青年 不可呼吸的態度 還有力量 並且透過多元的人生風馬呢 可以刺激他們這些青年 走出這些人生價值 那在這場活動當中呢 你除了能切離現場 提到這些獨特的畢業生故事 你還有機會透過我們 精進設計的活動方式 讓你和現場更多的 擺視不同領域的交流活動 你將會發現 無論是別人 甚至你自己 都有著傳遞印象力的價值 所以 我們邀請你 一同來加入參與 台灣第一場 打造最多舞台的 學生分享活動 對 各位七號清華大學大小弟 好那我最後張投影片 那我就是其實講到最後 我其實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段史莉芬金說的話 他其實說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 能夠影響多少人 除非你把你自己的東西寫出來 對那謝謝大家